美食餐飲廚藝研習成果發表試吃會 日前於國性大旗社區舉辦 現場參與人數眾多 一員邱美玲期盼透過老師細心教導 用在地食材創造不同的美食 透過老師的教學 然後把它創作成特殊的食品 那也很肯定他們這個創作 能夠獲得好評 那也希望說在辦這個客家美食的學習 能夠讓我們的這些在地的媽媽們 能夠對於在地食材 能夠研發很好的食品 來提供給遊客 然後能夠把這個產業 帶動地方的觀光旅遊 藉由社區美食活動 與在地農產品結合美食創意 並能提供遊客不同的美食饗宴 在了我們的地方的團結發展 對我們不管多一個族群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美食 他們的推動觀光 都沒有的小小項頂頂 這都是我們政府要有農村再生 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的考慮 所以國昌在這裡 也在此堅定我們大吉社區 所有的我們的 李甘書以及我們社區的基民 共同配合集合 必定的創作更好的一片的天空 還有大吉的進步 透過農村再生計劃 塑造在地農作物美食新創意 進而提升在地美食的新感受 我們大吉村在農村再生方面 就是選擇了這個美食的課程 所以給我們大吉 用我們大吉所有的在地的食材 來配合我們的祖師 祕食 社區的發展與提升 透過社區發想與團結之下 形成了更多面貌 與不斷向上成長 副議長潘毅全 期盼透過社區的力量 讓民眾在一個充滿生命力的社區 靜靜向上 民意新聞馬嚴達 國慶採訪報導